慢生活快娱乐 欢迎来到快点娱乐 一代赌王何鸿生 一个多月前走完了传奇的一生 近百年的人生经历风雨 留给世人无数的话题 赌王多情 其后宫的几个女人常被人提起 当中对赌王爱得最深最真的 也许就是他的父后蓝琼英 蓝琼英1943年出生 在一个军人世家 祖父曾任潮汕少将 父亲毕业于皇甫军校七七 作为骑兵大队长 参加过抗日战争 家境最好的时候 全家住在五层高的洋楼 还经营着一家丝绸店 出行有私家车 生活有庸人保姆照料 在当时算是上流阶层 后面随着蓝家迁居香港 家道中落迫于生计 蓝琼英不得不早早出来工作 来帮助父母减轻负担 也是因为这段工作经历 让他认识了不少 当时的社会名流 蓝琼英年轻时 容貌出众 武器出色 很多富家公子 都倾倒于他的石榴裙下 14岁那年 蓝琼英在舞厅 邂逅了何鸿生 就在舞时中 何鸿生被蓝琼英 娴熟的舞姿 漂亮的容貌吸引住了 从此之后 何鸿生只要过来跳舞 都只和蓝琼英一个人跳 对于这个男人的举动 虽是14岁的豆蔻少女 但蓝琼英却并不反感 甚至因为彼此都有过 家道中落的遭遇 反而让蓝琼英 对这个大自己22年的男人 日渐动心 最后走到了一起 赌王和蓝琼英在一起后 经常带着他出席各种酒会 因为两人的舞技出众 而且配合默契 所以被称为舞王舞后 大家对他们的关系 都心长不宣 虽然很喜欢和蓝琼英在一起 但面对蓝琼英要名分的要求 赌王迟迟没有答应 澳门当时还实行大清律力的 一副多妻制 赌王不取蓝琼英的原因 一方面是当失去原配的时候 自愿入籍葡萄牙 而且许诺一副一心 另一方面 原配得重病 长期卧病在床 赌王不忍心在这个时候伤害原配 在多次沟通无果的情况下 刚烈的蓝琼英选择了自杀 来逼赌王取他 最终赌王妥协了 赌王在原配李婉华的病床前 说明了再取的想法 原配非常伤心 痛斥了赌王的背叛 赌王说出了那句再取的经句 我不能一辈子做和尚 面对变心的丈夫 李婉华无可奈何 在病床上 掀了同意赌王那些的协议 但要求不能对外宣称 就这样 赌王成功将蓝琼英 娶进门当二太太 尽管是隐婚 尽管是隐婚 赌王取蓝琼英的事情 受到了原配家的强烈反对 原配家族是澳门的名门望族 蓝琼英深知自己在澳门不能待下去 因此回到香港居住 便避免踏入澳门来触怒原配 他深知自己与原配相比 地位和家境都存在着很多差距 在和家的地位很不牢固 因此他离开澳门前 把自己的哥哥蓝华英安插到赌王的核心产业奥云 蓝华英非常能干 从财务部到采购等都是一些油水部门 而他的表现得到了赌王的认可 一路升迁 做到该公司的二把手 为二太太掌控了赌王的核心产业 另外由于原配的身体不适 蓝球英陪着赌王出席所有的公开聚会 存在感强烈 而且他哥哥以及其他家族成员 在赌王公司表现出色 赌王从聚会场合离不开他 变成连事业也离不开他的帮助 更让蓝球英惊喜的是 在自己长女何超雄出生的那年 赌王获得了澳门赌场的专营权 为其成为一代赌王打下了基础 因此赌性命理的赌王 对何超雄非常疼爱 但是当时赌王的长子 何又光作为接班人 成为了赌王的重点培养对象 为了让赌王把目光 多停留在自己这房身上 蓝球英对女子的培养异常上心 这也是为何二房的子女 每一个都能赌到一面 能力出众 赌王多情在1986年舞会中 与当时的亚解冠军 励志一无生行 面对青春貌美的励志 蓝球英有着深深的危机感 她发声警告了这段感情 因此励志未能进入何家 但是面对一个多情的丈夫 赶走了一个女人 又来了另外一个 终于在赌王那两岸其为四胎的时候 蓝球英明白自己没有能力 去阻止其他女人来瓜分丈夫 在往后的岁月中 蓝球英面对四胎与三胎的结盟 越发无力 甚至败下阵来 面对多情的丈夫 以及其他女子的争斗 让蓝球英倍感心累 因此她决定不再与赌王 出席公开场合 并远走加拿大 从此结束了30年 受赌宠的状态 接替她受赌王赌宠的是 四姨太梁安琪 在赌王进入蓝球英世界的 岁月洲五十人非 与她纠缠了30年的原配一房 最出色的长子 发生车祸 丧生让人唏嘘 而哪个最美的长女何超英 也精神失常 其余两个女儿 也不涉及赌王核心业务 原本竞争力最强的大房 就这样像被诅咒了一样 实力消散 退出了家族权力争夺战 三王自知能力有限 只能如墙头草一般 依附于其他势力 来获取自己生存空间和利益 虽然让蓝球英觉得讨厌 但并没有造成威胁 只有四房梁安琪 深得赌王的宠爱 生意上也频频有建树 并在赌王核心产业中布局 是蓝球英最大的对手 如果不能得到丈夫的宠爱 那么就为自己的子女 谋取最大的利益 这是每个母亲本能的反应 幸运的是 虽然赌王宠爱梁安琪 并让他在政商两届大放异彩 但长子意外身亡后 赌王将接班人的位置给了何超穷 并进行多年的专心培养 但梁安琪为何等人物 强大的手腕连赌王都害怕 他对内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赌王核心产业的位置 并提拔自己和赌王都欣赏的吴志斌 成为奥博CEO 私下对外号洗米华的周超华为以重任 并成立太阳城赌场 自己做幕后老板 羽翼见风的梁安琪 让赌王把核心产业的股权给了自己 这无于是把接班人的位置换成自己 这对蓝球英等二方成员来说是巨大的打击 此时的蓝球英充分地表现出了自己几十年的智慧沉淀 在赌王分产争斗战中很早就布局 首先强大自己的子女竞争力 何超雄是赌王指定的接班人 篮球英对其的教育 婚姻等都极其重视 何超雄也不负众望 而且深入赌王核心管理层多年 二房长子何又龙外出创业 而且在赌王的帮助下得到了一张澳门博彩牌照 在赌王众多子女中也仅次于何超雄 次女何超凤在澳博控股深耕多年 并在最后接替赌王成为澳博控股主席 何超侠掌控着家族的地产生意 其次联合三房把四房挤出最核心的产业 在四房排面沾上风的时候 二房联合三房让赌王把赠予四房的最核心产业的股权收回 并分给二房和三房 三房在这块蛋糕上分得最多 但是二房也拿回了主动权 然后与货家结盟 货市基金是赌王产业的第二大股东 而且随时有财力回购市面上赌王公司的股份进行控股 二房与货家结盟所占的股份达到绝对控股 巩固了何超雄的掌门人地位 也让四房夺权无望 最后打击四房在赌王核心产业中的势力 最近把奥博CEO拿下的就是这个行动的开端 虽然把四房的长子何又亨提升到海外业务负责人 但是两者相比 对四房的势力肖长影响显而易见 而且也是一种恩威病师的策略 如果四房老实 二房还念在血脉之情 让对方子女在赌王的家业中占一席之位 这操作非常高明 从1957年蓝琼英陷后赌王 到2020年赌王离世 蓝琼英和赌王相伴63年 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风云 曾恩爱如妻也吵闹分居两地 更在晚年为了争产对簿公堂 但是蓝琼英心中 仍是那个深爱赌王的少女 赌王是她的骄傲 也是她最大的依靠 在赌王离世新闻发布会中 77岁蓝琼英要靠子女搀扶战力 神情极度哀伤 为了爱情 她隐婚多年 对于刚烈外相的蓝琼英来说 这是多大的忍让 为了爱情 她卑微地去分别人的老公 为了在何家站稳脚跟 她把自己活成了甄嬛 命运的戏弄 或者也是因果报应 自己去分别人的老公 来获得爱情的归宿 也要承受和别的女人 分享老公的痛苦和无奈 无法挽回的失宠事实 为了子女分得更多的财产 她把自己活成了女后 如非命运戏弄 谁愿意算计一生 能作为赌王的女人 手段必是不一般 如今女儿何超琼 已经成为赌王的继承人 不得不说二太真是妥妥的人生大赢家 2010年 赌王将自己所持的信德集团股份 转至二太蓝琼英的五名子女名下 之后又分给了四太 48亿元的奥伯股份后 剩余的股份全评分给了 二太的子女和三太 赌王推位后 由二太的二女儿何超凤 接任了奥伯控股主席这一席位 财富不缺 儿女成妻 可见蓝琼英成为最大的赢家 不管是在家庭还是事业上